有这么一句话 怎么说呢 接河不下雨啊 百里不同风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地方一个风俗 一个地方一个习惯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称呼 各地有所不同 那怎么个不同法呢 咱们天津人 称呼人呢 尊热求 怎么称呼呢 爱称呼人爷 哦 果然叫爷 姓什么叫什么爷 对 姓张的张爷 对 姓李的李爷 姓王的王爷 姓赵的赵爷 都这么叫 那位呢 还不能实寿 这不实寿怎么办呢 还给还回去 这要怎么还法 一还还一大串 还还一大串 哪里是张爷 爷爷爷爷 哦 这么还 也有还一个的 六爷爷 哦 就是风俗习惯 是是是 离北京不远四十里地 通州 都知道 那地方特别了 咱们特别法 他称呼人呢 排行哥头里 姓什么哥后头 哦 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人姓王 行二 到咱那了 王二爷 王二叔 是 王二哥 对啊 顶不记了 王老二 都这么叫啊 对不对 他怎么叫 姓王 行二 就叫二王 哦 叫二王 姓李叫二李 是啊 姓赵叫二赵 嗯 就这风俗习惯 哦 我不是那的人呢 啊 比如说我到那了 嗯 人家叫我 二马 二马 我姓马 是啊 叫我二马 嗯 我得高高兴兴 给人答应 那当然 入乡随俗 不义不乐意啊 对 都这样 都这么称呼嘛 比如我在头里走 你叫我 我叫你 你叫我二马 二马 你看我高兴不高兴 行 跟着就答应 好 来回试试 来试试 二马耶 这不行 嗯 这不行 怎么了 二马耶 二流耶 二王黑 烟完来的黑 赖子八糟 满不要 这都不能带 干堆要的脆劲 二马 二马 二王 行不行 我姓马 叫 二马 哎 还真惯了呀 不义不乐意 那是 不义不乐意 哎 好比说我姓王 叫 二王 哎 你叫 跟着就答应 哎对 我姓刘 叫 二刘 哎 你还真是这样 我姓叔 叫 二叔 哎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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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义不乐意啊 不义不乐意 哎 废话 我都叫你二叔了 你能不乐意吗 哈哈 我还得答应呢 多新鲜 你要叫我 我也答应 叫你你也答应 那当然了 你姓黄 二黄 哎 你姓赵 二赵 哎 你姓神 二神 嗨 嗨 嗨 嘿 师父 你 Dave 你 尝 要